缅甸中文网讯,日前,缅甸德林达医生警方,为抓捕一名涉案男子,前往了其家中,但没有看见他,就抓捕了其女儿。 警方表示,要抓到男子后,才会释放他女儿,这件事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 案件详细经过为,12月23日时,德林达医生抢了牧村的吴昂米伦一涉及毒品案件,警方拿着逮捕令去到他家中对他进行抓捕,但警方到他家中时,并没有看到他,只看到了他20岁左右的女儿。 随后,按照吴昂米伦女儿的说法,警方在他们家,查过了埋在地下的冰毒,饥荒麻酥片180颗左右,于是,警方就逮捕了其女儿。 之后,德林达医生警察局三级警线森威发布消息称,警方抓到涉毒的父亲后,才会释放他的女儿。 消息发出后,网上批评声不断,人们表示,警方这种做法,就是把罪犯的女儿当人质,不太合理。 法院比较资深律师吴昌米表示,警方虽然没有抓获逮捕令上的父亲,在其女儿的口中得知并查获毒品,但警方逮捕了其女儿并撑抓到父亲后,才进行释放这种做法,与法律不服。 面对网上的批评,森温回复称,别人想说,就让他们去说吧,好与不好,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不在意,我只是按照惯例做事。 他父亲藏匿的毒品,是他告诉我们的,抓到他父亲后,我们自然会放了他。 对于德林达医生警方这种做法,你怎么看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我按赞哦,哎哟。